詹滿榮委員發言 我請秘書長 請林秘書長 主席張維園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林秘書長好 首先 本席要特別感謝立法院 這個人事處 秘書處 法治局總務處 議事組 那麼從7月20號 本席報道宣誓就職以來 那麼在很短的期間 不管是在搬遷 空間的調整 相關的立法院的議事規則 人事的安排等等 給本席做了非常詳實 迅速的資源 非常感謝也看到立法院的 這個行政效率 那麼我在此也順便介紹 本席辦公室主任 許俊斌先生 非常感謝各位 在短期之間給他的協助 那麼接下來呢 我想請教的就是 有關於我們在預算當中 有安排數位化的 這些預算安排 其中呢 有包括資訊的服務 以及呢 在院內整個監視系統 智慧系統的安全升級 那麼就讓我聯想到啊 那麼從我22歲啊 到美國念書留學的時候 同學們 然後後來工作的時候 甚至到國際組織的時候呢 他們都幫我問了很多問題 為什麼台灣會有立法院的亂象 不管是打群架 扯頭髮 丟便當等等的 那麼歷歷如在眼前 那麼當然最近 親朋好友 以及我們政大學生 跟我問的問題 同樣的也是問到 我們立法院為什麼 有這樣的亂象 包括最近 學生霸占立法院 那麼 這是因為我們的 監防系統不夠好嗎 為什麼當時會有 這個群眾一號召 那麼就霸占政府 這個包括我們立法院的 一個現象 是不是請秘書長解惑 我想剛才 我想李委員現在在當主席 剛才我想跟他插個話 後來不好意思 我想同步也回應 詹委員所提的 我不覺得 整個社會的亂象 把這個責任 給立法院 為什麼 我們很常常講 行政立法是車的兩輪 今天我剛才為什麼一直強調 所謂的聽證跟調位的重要 那今天還有一個 為什麼社會沒有去探討 今天我們的立法院 不像美國的國位 是由國位議員提出來的 那過去也好 現在也好 未來 為什麼很多人不去探討 行政機關的立法計畫 有沒有 充分的跟國會 跟社會大眾 來呼應 如果沒有 那問題到最後還是 停留在立法院 所以我為什麼剛才一直強調 你國會議士轉播這個的重要性 什麼做重要性 聽證跟調位 跟所謂的行政機關的立法計畫 如果在立法要形成一個所謂 一個立法概念或條文以前 如果有跟各黨團 或是跟社會相關的團體來溝通 我相信送到國會來 會有不一樣的見解 謝謝Muse 那麼問政的這些網路資訊系統 難道沒有透明化嗎 我想 這個不足以做一個牽制 我剛才一直講 聽證調查它是有它法律的位階 所以為什麼你說血印 為什麼也好 他們認為最簡單容易凸顯的 佔領國會就是這樣 所以我一直強調 請問我們的安全措施 不足以防範佔領國會嗎 我想一下子來 那麼多人 我們只有一百多個警衛系統 你說我們的監控也好 我們的人員也好 我相信行政院 我想電視也看到 那麼樣大的人力物力來維持 才做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我想社會不是用對立 我覺得用溝通跟我剛才所提到的 行政機關所提出的立法計畫 有時候 院長也會要我們做一些模擬題 我現在講很簡單幾個例子 委員 我回溯到三年半以前 油電要雙掌的時候 院長要我們做了一個報告 後來院長講了一句話 希望行政機關 當初的主管機關 台電跟經濟部 院長當著他們面子跟他講 院長有三個理由 希望分階段來處理 怎麼樣 謝謝秘書長 因為時間的關係 原諒我在這邊 稍微打斷一下 就是在行政的這個處理方面 跟各部會協調 事實上是兩回事 那麼也就是說 我們在安全 我們因為這是司法法治委員會 司法法治一方面 要注重法治 另外一方面 我們又呼籲人權的安全 那麼所以呢 我們在行政單位秘書處 做怎麼樣的一個平衡 我現在是在說 由群眾入侵立法院這件事 你現在是要提的是 各部會協調的事情 我想委員 因為或許我剛才有誤解 那我是提到的 就是我們第一個 我們一有群知 那我們跟我們的所謂的 治安單位會聯繫 那我們會強化 第一個就是在人眼上 在各個群知上的一個互動上 我們會做一些準備 請問秘書長 我們有沒有一個完整的檢討報告 讓下一次的發聲 讓我們有更多的準備呢 當然我想 我們有一個為安小組 是由我們副秘書長 包含警政署 包含相關的地方的 像分級等等 總隊都有這樣一個為安小組 來處理 就發生過的 或是因應的 都會採取一些檢討 跟精進的措施 在國際的網路上 你也提到資訊的連結 因為國際這幾年來 將近36年來 不斷我聽到國際人士疑問的 不是當笑話 就是說你們怎麼會這樣 最高的國家立法機構 但是卻沒有辦法 落實這個法制的一個規章 那麼是不是請秘書長 有空的時候呢 把你們的檢討報告 並同的提出來 讓我們也了解一下 民眾也不會覺得 我們令法院的預算 編了那麼多 但是對人民的觀感來講 以及我們怎麼平衡 法制跟人權這方面 讓多數的表決 沒有辦法落實的這項事情 是不是請秘書長 我想就我們的部分 那至於所謂的人民 對政府 或是對某一個議案 它有不同的方法 那我們只有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的 我們只有請自公民來書籍 那我們能夠做的 我們一定會更精進的 來努力 跟委員做報告 謝謝秘書長 謝謝